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提问 我们要如何评估基改生物的安全性 那么第一句话就有点让人难过了 世界上各国对于基改生物或基改食品的标准 没有一定标准 为什么 美国用那个标准 我们会说我干嘛用你的标准 每个国家都觉得对方的标准不好 都用自己的标准 所以没有统一标准 但是基本原则都是 你必须要提供所有的资料 如果今天你要在我们国家 卖基改作物或基改食品 请你提供你基改的基因 哪里来的 什么特质 有什么功能 你作用机制是什么 你怎么植物的 你是用病毒 还用什么 都要把基本资料提供给政府做审查 这是各国都差不多的 那基改生物的安全性 有两大危机 第一个 你在国内种基改作物 会不会对国内的生态造成影响 第二个 这个基改作物产生的食品 人类吃了 会不会对于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之三 第一章是农业 我们会谈到第一个 基改作物的种植 会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 而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二之三 食品那一章节 会讲这些基改食品 有没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所以其实基改分两个层次 就是生态系的影响 跟人体健康的影响 那这几个影响 国内的专质单位 我写在下面 探讨基改作物对生态系有没有影响 是农委会管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种基改作物 农委会一定要说可以 你没有经过农委会同意 你就是违法 那如果今天你要卖的是基改食品 我这边写的是卫生署管的 已经没有卫生署了 现在是卫福部管的 卫福部管医药级食品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在国内上市卖基改食品 卫福部要同意 他要给你字号核准 但如果今天你不要卖 你只是要研究呢 我要做基因转折研究 早期是国科会在管的 这个单位也没了 现在是科技部在管的 所以你看在国内对基改 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主管机关 国科会 就是科技部管研究 农委会管农业 那个卫福部管食品 对人体的健康 所以我这一页是几年前做的 现在都已经这些单位都已经升级了 好 以上是评估的部分